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元璋建立了内阁党 学士 内阁大学士只是五品官 起初只是皇帝的秘书 但是到了明朝的中期 内阁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按照道理来说 内阁大学士只是正五品官 但一般称为内阁大学士的官员 最少也是各部的侍郎或者尚书 如果加封太子太保之类的官职 这就成了一品官 清朝入驻中原之后 内阁制度成了空架子 但却出现了一阵王制度 这对皇权是很大的制约 为了打破这一规定 康熙皇帝建立了南书房 行走大臣 到了雍正皇帝时期 雍正皇帝直接建立了军机处 请注意 军机大臣是没有品级的 和明朝的内阁大学是差不多 能够担任军机大臣的官员一般都是高管 至少也是二品大员 在雍正时期 老十三印祥 就是军机大臣 按照清朝的规矩 亲王比正一品还高 军机处逐步成为了清朝的军事 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决策中心 担任了军机大臣 就等于进入了最高层 由于军机大臣 很有当年宰相们的一些智能 一些官员拍马屁 喜欢直接称呼军机大臣为乡爷 比如乾隆朝的军机大臣和身 官员们喜欢称他为和相 担任了军机大臣 哪怕遇到同品级的官员 也会高仁义等 比如尚书和地方上的总督 品级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尚书成了军机大臣 那地方上的总督会立刻服软 和身崛起之后 曾经与乾隆皇帝的老牌宠臣 李世瑶内斗 双方及格回合下来 李世瑶主动求和 他根本不是和身的对手 虽然军机大臣看上去威风拔命 但实际上权力远远不如当年的丞相 因为清朝达到了军主制的顶峰 只有皇帝才能制定各方面的制度 军机大臣在皇帝身边 但根本没有权力调动各地的军队 在中国古代社会 对军权的掌控非常严格 哪怕是古代的丞相 也没有资格调动驻军 到了清朝统治的末期 由于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 清朝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清朝取消了军基础 同时建立了内阁制度 但由于13个内阁成员中 有7个都是皇族成员 所以被称为皇族内阁 最后讲一下和身 和身是乾隆后期的第一权臣 但是和身没有权力调动军队 和身兼任领侍卫内大臣 最多就是调动皇宫的侍卫部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